请收看 绘律法师 冯写讲座 接下来 我们经典要重视 戒力要重视 简单讲 经典跟戒力也一定要取得平衡 底下有两句话 所有的法师都要牢牢记住 不以通经之法而交慢犯戒 千万不要说你通达经典之道 或者所讲的法犯了一个重大毛病 叫做交慢而不持戒犯戒 翻句话说 不要在智慧当中夹杂的傲慢 不以通经之法之道福法 而交慢干戒 就是你懂得经教也必须要持戒清净的意思 第二句 这句话 不以苦恨之力而轻视经教 这句话 意思就是说 千万不要说苦恨 修苦恨 当然这是比喻了 有的常做不悟 有的行不足三妹 这些行为都值得赞叹了 我不是指这些人 是说法又傲慢 轻视别人的人 不以苦恨之力 我修苦恨也知道借力 怎么样 和那些倾施那些讲经说法通达经教的人 你要开口 立刻瞧不起讲经说法 对不对 来些 只会讲一讲 要像我这样 要像我这样吃土 我行佛舟三妹 一次 两次 十次 要像我这样 讲经说法的 说说而已 他们做不到的 你叫他们像我这样 行吗 就开始 全世界要以他为榜样 常做不悟的 一打中 十几个小时 这种法 了不起 但人家讲经说法 原来有什么用 对不对 像我这样 我一做 十二个小时 听到那些 专攻经教的人 瞧不起 他认为他是法的实践者 法的实践者 这两句话 麻烦出这点要牢牢的记住 这个叫做走极端 修行走在刚绳上面 叫做走极端 第一句话 再讲一遍 不一通经之法 就是通达经教 知道法 就是不一通经之法 知道法 而交慢 半戒 就说我通经典 我也知道法 产生 骄傲 傲慢 但见 在智慧 智慧当中夹着的傲慢 第二句话 不以苦恨之力 千万不要说我修苦恨 全世界要像我这样子 叫做标准的臭家人 我是实践者 那些讲经说法 你看 这是说一说 内心 无比的轻视 不以苦恨之力 而轻视 经教 就是写经典 经教这两种人 一个是通经之法 产生较慢 一个是苦恨 之道 借力 轻视那些红华的 这个我称他 叫做佛教的极端的人 叫做走钢绳的人 随时会掉下来 佛陀 是从不走极端